摆设道具大陆队遇上日本队 这一回他们要挑战的是 矜持世界进入 30秒内谁能跳得最快 日本选手的道具 符合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要求 中国队道具符合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要求 场地跳神确定无误 接下来三回合 看谁能先抢下前两回的最快速度 第一回双方都出现失误 再战第二回 看第二个回合 双方能不能做到零失误 有没有队伍 有可能冲击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这一回双方的状况都不错 没再出现失误 一连跳了30秒 谁略胜一筹 5 4 4 3 2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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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放进入 还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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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镜头回放细数 30秒内大陆队跳了133下 日本队则因抢跳 成绩无效 不列入几分 最终由这位12岁的大陆选手 以30秒跳了133下 刷新先前金氏世界纪录保持者 30秒跳129下的成绩 挑战成功 这影片与综合报道